当我们孩子的男性继承者抱有刻板印象时 新一代女性企业家已经在决策层中杀出重围 让所有人打破对女性的刻板与偏见 娃哈哈新一任掌门宗富丽 14岁独自赴美留学 04年深造回国后进入娃哈哈历练 07年担任洪森饮料集团总裁 在他的带领下 洪森饮料在全国各地开场造势 2019年更是入围了年度民营企业500强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特别具有争议性的事件 那就是换掉了代言期长达20年的王力宏 宗富丽更是公开表示不喜欢王力宏 因为他年纪大了 娃哈哈不换代言人 你喜欢这个包装和代言人吗 此言论一出便受到了很多人的语言攻击 殊不知当时娃哈哈被骂的有多惨 现在就有多扬眉吐气吧 因为这一决定 避免了娃哈哈品牌制大的损失 我们应该说是宗富丽眼光毒辣 还是未雨绸缪呢 在之后的事件 将娃哈哈产品与互联网进行联合 更多的迎合了年轻人的多元化口味 不得不说 它是有经商天赋在身上的 宗富丽每次在选品的时候 都会优先考虑国人喜欢什么口味 是否让大众回归到我们国人自己的品牌 因为我觉得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茶叶国家 然后其实每个品种 它都能够给你带来独特的口感 这次父亲宗气后的去世 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娃哈哈集团的女继承者 较为离谱的是 出现了一千多个婆媳男跪地求婚 即便宗富丽不是娃哈哈集团的公主 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妻子 祖王有十六七个子女 却唯独选了何超穷做接班人 但是何超穷没有今天的地位 靠的绝不仅仅是父亲留下的核心资产 以及偏爱 更是他本人如假包换的实力和努力 当年澳门回归时 十个人都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 而他却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跟着国家的 大家同饮一江水 同享千年岭南文化 都喜欢吃皮蛋瘦肉中 也都具备同样的欺苦内劳的品德 后来澳门开放赌场经营权后 何家不在一家独大 原是他投资了米高梅 即便在父亲不看好的情况下 也让米高梅成功上市 并且获得了18倍超高回报 之后的时间里一路披荆斩棘 在2015年 以资产50亿美元 成为香港女首富 回首看 怎么会不会和超穷 厌绝相将的风资所吸引呢 温婉舟从小就勤奋好选 月后进入公司 没有行使任何特权 而是直接从基层打杂做起 2011年 在华为冲锋限制了13年的孟晚舟 正式成为副董 此时外界才知道 孟晚舟是任正非的大女儿 在任期间一手打造了财务系统 让华为实现了全球核算 实时可观 同时提升了华为财务结构的 韧性和弹性 主因业务的造训能力 都在不断增强 即使是在被非法扣押的那几年里 面对外媒的采访 永远都是端庄大方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优雅的女性之一吧